简易韭菜盒 真的耶 就是那個盒很簡易 懂啊 懂啊 好酷耶 什麼 來 把它放進去 哇 哇塞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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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要撩這麼多 你看 你看 哇 這個韭菜盒 你看 哎呦 哎呦 你看裡面 哦 你看 好餵喔 這個蝦米完全 今天下午6點 晚上10點 超市實在有健康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這樣畫 但現在很明顯就是 我需要靠妝 把眼圈這邊的黃 跟黑 一點點的黑 蓋掉 對 然後也很容易 會有一些小細聞出來 是真的 這不是因為妳年紀到了 欸 也有可能嗎 對 妳在提醒我 something 對 所以年紀的影響比較大 還是體脂的影響比較大呢 我們這個皮膚本來是 就會自然的老化 可是 當我們身體因為 剛才講一些不好的生活習慣 讓我們的皮膚老化速度會加快 事實上有時候還會產生很多皮膚病 譬如說我們的青春痘 還有我們的毛囊炎 因為我們在我們正常的皮膚 為什麼不會冒青春痘呢 因為我們的毛囊 會有正常的抑制細菌的作用 可是當妳的體質偏酸化的時候呢 我們皮膚的保護能力就喪失了 終於要甘虛火旺 還是回到火氣大這一塊 就產生很多自由肌跟毒素 讓我們皮膚的防護能力比較差 特別會容易暗黃啊 包含黑眼圈 這都算在我們屬於體質酸化這一塊 對 而且皮膚暗層也是後來 黑眼圈都是最明顯的 會看得到以前不會有 那記憶力減退是 我覺得很恐怖耶 就是現在當下的事情 我很容易忘記 可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記得很清楚 他才是在鬼 這個是老人士最重的症狀耶 你會開始搬舊照片的嗎 不是 所以妳現在跟我講完 我可能要一直想說 妳到底是誰 可是我腦子會浮現很多 以前的國小同學的樣子 這樣嚴重了耶 夏天 妳要趁妳有限的時間 記得我們的臉孔喔 好不好 我跟你講真的很恐怖 因為我會一直忘記 妳現在是主持人 我只記得妳以前唱過民歌 是嗎 我會 謝謝 這件事情也不多人知道 知道 感謝 天啊 這個要留意一下 但是 這個體質酸鹼度 跟這個記憶力 跟記憶力 關聯性是什麼 其實這個很多人沒辦法理解 為什麼跟記憶力有關係 其實 說來也很簡單 一般我們的腦子 也需要 這個糖類當營養分嘛 燃燒熱量 是腦度一定要直接 所以為什麼說一定要吃早餐 這個意思 你要這個糖分 讓腦部分 直接葡萄糖給腦 那問題來了 如果你體質偏酸的時候 我們身體裡面 這些體液血液 在處理一些 尤其胰島素 要轉換水糖 那個糖類到細胞裡面 需要一定的 所謂的PH值 需要一定的酸鹼度 所以你這個酸鹼度 在異常的時候 這個動作代謝的動作 這個能量代謝的動作 這個能量代謝的動作 就會有異常 電腦要有電 你才會有這個記憶體 可以記憶東西 那你不給電 或者常常斷電 的意思是一樣的 你的腦沒有常常給它 充足的能量跟食物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這樣 記憶力慢慢就會改變 那再來是 股質疏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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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還好吧 大家都還年輕 有人常常 沒事走路 腿就斷了的嗎 應該問說 有沒有人測過股密度 因為一般很多人 年紀輕輕都不覺得說 我不需要測 但是現在滿方便 你知道醫療院所 就測一下 就可以知道 有人測過股密度嗎 就是用腳 都可以 你測出來是數字多 負二吧 負二 那已經有足質疏鬆了 像我們以前公司的健康檢查也有 很多年輕的女生啊 因為可能我們這個行業 壓力也大吧 就發現大家的 骨質疏鬆的問題滿嚴重 而且再加上平常又愛喝咖啡 真的 而且很多人 像你是不是很喜歡 喝汽水可樂 這些東西 因為那一些 都是酸性的飲料 它會讓你生氣酸化 容易讓骨質流失 所以它這個 酸性跟骨質疏鬆的關聯性 來 羅醫師 我們吃很多酸的東西 在我們血液裡面 它需要 動員我們身體的鈣質 來 綜合這些酸性的物質 像美國人 他們很喜歡吃牛奶 跟這些肉類 那事實上 它也是因為吃了太多 這種碳磚飲料 有發現這種碳磚飲料 只會每天 攝取1.5公升的時候 我們的骨質疏鬆 是正常的3到5倍 所以特別強調 這種碳磚飲料 對我們的骨質疏鬆 對 是一個風險性 這個應該這樣講 如果你生理的 那種生理機制來講 其實這是我們人為了保命 為什麼叫人要保命 因為你一直讓你有 酸性的食物一直進來 所以身體一定要拿 怎樣對等的碱性 去綜合它 我們剛才講的 血液一定要維持在弱減 如果有異常 你會危及生命 所以身體一定要拿出 比較大量的碱性物質 去把它綜合掉 那就犧牲了你 一直流失股本 再來第四項 智商降低 我想這個我們就不方便 問在場的各位 大家大概也不會回答 沒有方便 來 王老師 這個邏輯是什麼 對 邏輯是 剛才我們講的記憶力減退 是針對年紀大 對不對 其實這個智商降低 就是針對年紀小 但我們也不能 通口說白話 這個在英國有做過一個 長期就是一個data的 做一個醫學測試 大概他們有抓了 大概上百位的小朋友 大概6到13歲 這個年紀 他們去測他們腦下的皮脂層 的體 那個液體液 如果它的pH是弱減大於7的 它會比低於7弱酸的小朋友 智商高一倍 一倍啊 一倍 所以他後來這個 這個在醫學期間發表說 我們吃鹼性食物質 可以提高智商 變衝了 這是有這個連結 那如果這樣後 我們在很多小朋友 從小不要讓他喝太多碳酸飲料 不要讓他吃太多的糖果 餅乾甜點 對不對 這有幫助的 對 你會發現 其實小朋友的飲食 跟他的功課 其實也有一些關聯 學習力啦 學習力專注力 那你要注意喔 你的小baby 對啊 雖然他也是鹼了 什麼都吃鹼了 問題嚴重了 這怎麼樣可以調回鹼性的體質 有辦法嗎 其實我們視頻上常看到說 標榜他是微鹼的 吃得怎麼樣 對身體怎麼很好 包括了水都有 什麼鹼性水啊 還有那個 鹼性電池 什麼 電池在說 為什麼又在哪裡 這一張送給你 完了 適當降低 不知道你搞什麼 好啦 請問一下 我們在場所有的媽媽們 曾經買過這個 鹼性水或負離子水 這種水的請舉牌 大約六成啦 對不對 對 對 然後喝的感覺有什麼改變嗎 有差 小可 買的時候比較有感覺 對 多的時候機子還好 買的時候就會覺得 是減淨水 好 來多多媽 我記得以前 聽人家說喝硬水 就是有硬水跟軟水 就是說喝硬水也是 好像對身體是不錯的這樣 所以就想說 就是喝一喝嘛 就是心安啦 就不知道喝的到底有沒有油 但是就是心安 所以不知道到底有沒有 硬水啊 硬水我們簡單講 就是像有些 有礦物質的 吸水啦 對不對 三泉水啦 我是覺得這個真的 大家真的喝心安 而且要很小心耶 之前我就碰到一個個案 他是因為他本身 大概腎臟也不是很好 然後他就聽到有人在賣 三泉水 而且是天然泳泉那一種 然後泳泉水應該就是比較 算是比較硬水 然後 而且那個葉子還說 他又加了一些礦物質 讓它PH值到9 所以是很簡的那種水 然後他就想說 這個可以讓我身體 比較好一點啊 因為他也有釀酸偏高的問題 他會想說 喝一種鹼性的東西 可以來中和一下 然後他就去買 除了喝 他還把它拿來 用這個水來煮中藥 結果煮出來的話 這個水造成那個 中藥的甲離子 偏高 他就因為甲離子 喝下去之後偏高 整個身體不舒服 就送急診 差一點要 後來用洗腎把它整個身體 對啊 這麼嚴重 它這個嚴重 是因為那個水太減了 還是因為重急 而且讓那個中藥的那個 離子會那個 濕衡 濃度比較高 那人家還有說有一種東西 醋 醋有沒有人喝過 醋很好 那個果醋之前流行 健康醋 可是我買的是 就比較偏 就是農會在賣那種純的 對純的 不要加太多糖 因為市售的其實都加糖分太多 你說可以調整體質對不對 對 因為有些人說要喝檸檬 就檸檬加水裡面 可是女生怕檸檬碰到太陽會 白白黑 都想很多 所以想不太用果醋 喝檸檬水曬太陽腿 真的 我跟你講 你都講說 一杯檸檬原汁曬太陽 你家喝完 你就變摳比了 真的嗎 容易體質偏酸的人 我們盡量就是 從腸胃調理 從肝腎調理 但我覺得這味道不錯 像孕婦她真的晚上睡前很容易餓 你都不知道吃什麼 我來這一碗之後 你就不會覺得 對 太感受 可是是有幫助的 對我們精氣神的提升 是很有幫助的 也不應該可以 但是你要堅持 不然孕婦她每天 給老公不同的任務 今天要吃雙